因為有研究報告就說 氣溫每下降2.9度的話 腦中風的風險會增加三層 其實市面上有非常多的 保溫的材質 林先生會推薦我們怎麼選擇 現在所有的市場上 最夯的還是石墨烯 所以你只要選對了 石墨烯的材質 加上現在有複合材質 有蠶溼的 包括這裡面的話 那傳導又快 加速度又20倍 那20倍我簡單一下 就如果你從台北到高雄 坐火車 80公里的話要坐四個半鐘塔 那現在加上蠶溼膜的話 只要45分鐘 我們現場來做一下 小小簡單的測試 來看一下 這裡有一瓶冷煤罐 我直接在它重要部位來噴 來 我們可以看到 非常清楚 已經結霜了 已經結霜了 來 看一下溫度 你看零下39度 對 負39 外面零下39 肚子怎麼樣 肚子打去看看 冷死 我們很冷的 去滑雪 看一下 來 身體是35度 刺感算起來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很舒服 會很勇腫的感覺嗎 沒看我一直在測試 因為最主要是 因為我每年冬天 我都會去滑雪 那你知道滑雪 我們最害怕的就是 穿太多的東西會很勇腫 要拍 現在要拍漂亮 對啊 所以沒看我剛剛一直在測試 我覺得它很薄 這件事情很重要 而且它真的有點暖 因為我這件衣服 你有點熱是不是有點脆 穿上你大概不用五秒鐘 你身體就感覺 對 五秒鐘以內就是 對 而且我很喜歡 剛剛我拉到這邊來 我覺得它那個防風的感覺 對不對 非常好 是滿好 高齡的就對了 重點是這個 口袋 手機直接防風 防風有沒有 是不是 它裡面的材質 就是用的石墨烯加蠶絲 為什麼兩個加在一起 當然一加一要大一二 現在很流行叫什麼 複合材質 穿起來 修身以外 他出門去或者運動 或者打高舞球 完全不影響你的打球的姿勢 再來就是我們早上 如果給他放在床邊 幫一些年紀大的長輩 當他起床的時候 先背了溫差的那一剎那 馬上穿在身上 下床會安全很多